二十年前 纳莱木德女校来了个漂亮的教导主任 她人美心恶 制定了好多磕磕的校规 所有凡家校规的学生都会被她叫到校务处 并且关上门之后 没有人知道那些学生在里面受到了怎样的惩罚 校长不但知道默认她所做的一切 更是和她产生一段感情 当这件事被阿平知道后 她愤怒的烧掉了整间校务处 更是烧死了教导主任阮世音 校务处突然爆炸 她炸上了阿平 让她在医院躺了二十年 爆炸之后阮世音就消失了 一直没有人能找到她的尸体 没过几天 校长也在学校的后院宣声自己 开始没有人多想什么 但学校重开之后 关于的事件竟截而连散的发生 有同学会看到那个已经消失的校务处 并且学校的喇叭里总会莫名的传出女生 只要有人触犯校规 她就会被叫到校务处 只要进了那件校务处 要么成为墙上的黑影 要么死在这个废弃的公厕 诡异的狠 转眼间时间过去了二十年 当年的时间似乎变成了传说 那些磕磕的校规也一直保留至今 没人敢触犯 但可能是因为传说 因为校规 近些年呢 学校里的招生率直线下降 为了增加这个招生数 那莱蒙德女校的校长 就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 招收了四个男生 他们分别是 弟弟 阿斌 小强 查理 校长呢 把他们交给了方老师 但是这个方老师很不情愿的 并且处处针对他们 为的呢 就是能早日把他们赶出女校 所以呢 他们睡觉 睡的是破旧的仓库 用的是闹鬼的公厕 吃的又湿 又凉又闲又硬的猪排饭 并且呢 还安排风机队长何一敏 负责看着他们 可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了 这四人要留在这里的心呢 总算是盼到分板了 但机制的方老师 却故意把他们四人单独安排 更狠的是 就连体育课案 也都要在教室内上 弟弟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躲进了厕所 在这里呢 他不仅遇到了阿斯 也遇到了一些 别的不干净的东西 更诡异的是 学校每晚十一点都会遵时熄灯 学校教学楼的大厅 也总有个擦不掉的黑影 脚枪已经感觉到不对了 可是他没有多像 并且晚上还用机 约出了女宿舍的四个人 八个人在学校的后院 开了个临时的联谊会 天歌之后 弟弟带着阿斯 偷偷离开了这里 两人来到了学校的大门口 又花拳又喝酒 玩到高兴的时刻 弟弟开始动手动叫 结果被阿斯给教训里头 阿斯跑了 弟弟气坏了 就是这时他注意到了 天台上的女孩了 八婆吓唬 弟弟吓坏了 赶忙跑进了教学楼 但他忽然听到了 那件来自校午处的声音 就这样弟弟消失了 同时在医院昏迷了 二十多年的阿平也醒了 阿平是方老师的姑姑 醒来后的她不言不语 却诡异的四处乱走 并摆出了一副药案 打火机的样子 学校这边 弟弟突然消失 并没有让所有人太在意 大家还是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其中查理还和阿琪 偷偷搞在了一起 期间小翔拍到的事件 东窗失法 小翔和何一敏被罚洗楼梯 在这里呢 小翔就看到了 那个失踪的弟弟了 结果没说几句 弟弟就被一只手 给拉进了墙里 只留一个影子印在了墙面 阿斯这边 他被赶出了学校 因为何一敏事件的照片 是他发出去的 夜里怀恨在心的阿斯 带着男友偷偷见会 他们午晕了何一敏 要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接管午夜十一点 阿斯男友觉得这是恶作剧 他并不在意 于是他便深刻的体会到了 什么叫装逼着实 幸运的是没过多久 他的小女友阿斯 也被拉进去陪他了 墙面上突然多了两个影子 这终于引起了小翔和一敏的在意 两个人在网上搜寻了 有关这则学校的传说 结果呢 就看到了这则帖子 帖子上大概的内容就是 纳兰木德女校的学生 一定要遵守校规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一定不要谈厉害 当然如果有能力 要找到附建前学院的校务处 并烧毁他 这样呢 之前被害的所有人就都能解脱了 巴铁人 纳兰就生 这个时候查理已经和阿琪牵手缺点关系了 方老师知道后便通知了家长 准备带走阿琪 于是那天晚上 查理就寻到了女亲 深情挽留啊 请到深处 两人不但拥抱抱了 还玩亲醉醉 不要 可这样的结果就是 校务处的前主任阮世音突然出现 把他们带回了校务处 而实则是一个被迷跳了楼 一个在后院上吊 两个人嗝皮之后 同学们都会伤心 其中小强方方就质问方老师 他们出世那晚明明听见你说 他回来了 你说到底是谁回来了 于是方老师就告诉了同学们 二十年前 他姑姑 他姑父和阮世音之间发生的狗血共识 就是跟他说讲的 那个笔名纳兰究生呢 就是方老师 他是第一个见到那间 消失的消误处的人 那个销毁消误处的方法 是他有一个高人学的 不管呢 好不好用 现在呢 他们都要试试 是否能消除掉阮世音 于是夜里 同学四人夜闯教学楼 他们掩成了阮世音 闯进了消误处 放火开烧 但是出师不力烧错了 坏了 原来他还没有死 怎么会这样 这个时候的方老师 就想起了他姑姑的 神奇小步伐了 然后呢 他就把他姑带到了教学楼 然后他姑姑就卖着 神奇的小步伐 来到了天台 原来学校重建的时候 拆了一层 他姑打开了消误处的门 走了进去 他赶忙把酒精 放到了他姑姑的手上 并点着了 可是阮世音 并没有如愿的消失 并且他们也全都 被带进了消误处 关键时刻 方老师在消误处内 点着了火 这才彻底的搞定了阮世音 一瞬间 墙上的所有合影都消失 闹到最后 只有小强和何一敏 活了下来 劫后余生的两人 并没有因为 所有人挂了而伤心 反倒是有闲情的 搞起了大象 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什么话 你说你犯了孝规 你说你喜欢我 是真的 那你呢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一鸣 一鸣 你犯了第一条小规 不准谈恋爱